青龙PCM反应粘防水卷材 是公司专为解决潮湿基面及地下防水工程渗漏水等问题而专门研发的产品 广泛应用于各类工业与民用建筑屋面 地下室、隧道、桥梁、水库、人房工程、地铁、种植屋面等工程防水 2. 产品优势 1. 超强的粘截性能 粘截永久性、丝慢也不漏水 2. 优越的防水效果 超强的锁水自育功能不扩散、维修方便 3. 简便的施工工艺 无需明火作业、安全环保、基层要求低、工期短、节省成本 3. 施工步骤 1. 施工前准备工作 A. 物料的准备 主材 青龙PCM反应粘防水卷材 辅材 325或425普通硅酸盐水泥、清洁水、胶粉、PCM防水密封膏等 5. 工具、扫把、水桶、手套、墨斗、刮板、卷尺、锤子、铲子、材纸刀、安全帽、毛刷等 机面要求 机面无明水 水泥塑浆的配置 按水泥比水等于2比1重量比的比例调制 水将水泥浸透后 充分搅拌不含团粒即可 高温天30摄氏度以上 可添加3%左右水泥的重量比的胶粉、保水增粘 施工开始 对基层的清理达到坚实、平整、干净、清除表面油污、垃圾等杂物 铲除排水口、通风管道、管地上的水泥沙浆等附着物 操作工艺流程 基层清理、修补、润湿 节点密封 加强处理 定位 弹线 试铺配置聚合物水泥浆 大面铺贴PCM卷材 防水层养护 检查修补质量验收 大面铺贴PCM卷材 1.接触卷材底部隔离膜 卷材试铺后 将要铺贴的卷材裁剪好 粉铺于基层上 及底部隔离膜朝上 接触卷材隔离膜 2.涂瓜聚合物水泥浆 厚度是基层平整度而定 一般1.5至2毫米 刮涂应压时抹平 3.大面积铺贴卷材 将卷材铺贴在 已涂瓜聚合物水泥浆的基层上 与相邻卷材之间为平行搭接 待长短边搭接施工时 再接除上下卷材搭接处的隔离膜 4.滚压排气 待卷材铺贴后 用木模子或橡胶板滚筒 从卷材中间向两边刮压排气 使卷材充分满沾于基层上 5.卷材搭接收头密封 采用卷材与卷材直接干针法搭接 可将剩下卷材涂瓜聚合物水泥浆搭接在一起 搭接宽度不小于80毫米 相邻两幅卷材短边搭接口 应错开不少于500毫米 特殊部位加强处理 1.单面粘短边搭接的特殊处理 剪好一块160毫米乘1000毫米 条形双面粘防水卷材 涂好水泥塑浆 粘在搭接处 将水泥塑浆涂刷在搭接卷材上 将两边的卷材铺粘在上面 用木板压实压平 2.阴阳脚部位施工处理 先对阴阳脚部位基面清理修补 用水泥沙浆做成圆弧状 裁剪一块200毫米乘200毫米反应粘 双面防水卷材 中间对折后 在一边中心向中心位置 裁开撕去隔离膜 在阴阳脚处和卷材块 分别涂上水泥浆 将卷材开口向上铺贴到阴阳脚上 在另裁一块500毫米乘500毫米 同样的方法 将卷材开口向下铺贴 用刮板改压排气 使卷材加强层粘贴牢固 管口部位施工处理 把灰尘 沙浆疙瘩等清理干净 涂刷PCM防水密封膏 管壁高350毫米 平面超约流动口100毫米 涂层厚度1.5毫米左右 根据管根周长和直径 裁剪一块PCM反应粘防水卷材 剪成锯齿形 撕去隔离膜 管壁上密封膏与卷材干粘 平面用水泥浆粘密时 采取一块500毫米乘500毫米 风形PCM反应粘防水卷材 中心掏空 内径别管径 达10毫米左右 撕去隔离膜 用水泥浆粘密时 管壁卷材收头 用基础锅钩紧 并涂刷PCM防水密封膏 效果更佳 效果更佳